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款马桶的水箱配件 它这种有一个功能 就是感应冲水功能 我们看到没有 这个是电池盒 它装了5号的电池 4个电池 然后一年可能就换一次 这个比较难用 买好一点的 然后它是一个感应点在这里 这是一个按钮 4.8厘米的按钮 它还可以手动的 如果没有电的时候 可以手按去冲水 这个是个感应点 看到没有 这个有红点的是一个感应点 每次上完厕所之后 手在上面挥一下 挥一下 它就能自动排水 看到没有 我们 它也得有个感应 等一下离远一点 自动封闭 是吧 自动封闭 然后它这个手动呢 就是手按 可以手按的 手按它也能冲水 它这个是高度有25厘米的高度 就是竹筒高度有25厘米 适合比较那种就是 连体式的马桶 水箱比较高的 中高水箱的马桶 这个按接也非常方便 就是拔出来插进去就好 就两个线接起来 这是防水的 这是防水的 泡到水都不会有问题的 别防水连体式的 可挑的进水法 所以这种东西呢 给很多家庭带来 很多方便啊 特别是一些 长急着马桶 家里有小孩 有老人 对吧 像那种 小孩 因为我家有时候 也碰到就是小孩 上完厕所 它就不冲水 其实有这种东西的话 可以感应到的话 你如果是把这个感应器 就装在马桶的前面的话 可就它会感应到 它就会自动的冲水 还有一些 呃 那个老老人马 他按压不方便 长急中 长急人啊 他按压也不方便 啊 稍微碰一下 他不用按啊 不按就就稍微在上面晃动一下 他就能 自动冲水啊 这个特别方便 所以我大家 我是推荐大家啊 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可以去呃 弄一套去试试看 嗯 这个也不是很贵 这是一套排水器 这是一整套哈 它只有一个大牌的功能 就没有手牌了啊 没有那个 呃 什么那个那个 小按钮啊 没有大小折分了 只有一个大牌 啊 这是可调的进水器啊 4.8的按钮 它配了一条那个按钮杆 推杆 啊 行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吧 嗯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套可以有兴趣的话 大家来呃 找我留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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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